德国巴伐利亚州安斯巴赫市发生爆炸事故 导致一人死亡 12个人受伤 其中三个人伤势严重 嫌犯是一名27岁的叙利亚男子 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在记者会上表示 嫌犯曾经两度尝试自杀 目前不清楚这次爆炸是否是又一次自杀 或者是蓄意杀人 爆炸发生在星期天晚间 地点在靠近一场音乐节的入口处 事故发生后 音乐节被取消 大约2500人被紧急疏散 警方封锁了市中心 炸弹专家也赶到现场 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 警方表示 被炸死的男子相信就是袭击者 他当时背着背包 里面像是装着爆炸装置 巴伐利亚当局透露 袭击者两年前进入德国 而他的难民庇护申请一年前被拒绝 不过 由于叙利亚境内战火持续 当局批准这名男子暂时居住在德国 目前警方还不清楚袭击者的干案动机 各种了解 反映 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